新民主同盟 大家好 歡迎大家收看我們新民主同盟的節目 有理同行 我是新民主同盟的梁李在我旁邊 我是新民主同盟的張寶俠 我們新民主同盟有理同行這個節目 其實就有一句口號 寶俠 是的 我們就說有理同行 意思就是想說有理就行遍天下 無理就穿暴欄 我們有理同行其實會和大家聊一聊 我們在身邊發生的時事和一些政治議題 是的 所以我們很多時候都很希望 大家看了之後給我們一些意見 讓我們可以接受到大家的意見之後 可以進行一些大家都喜歡我們做得到的事情 沒錯 我們今天的議題其實就是聊一聊 這個也可能跟我們新民主同盟有一個撤身的關係 是的 很撤身的關係 因為我們新民主同盟的成立 完全是因為這件事發生而起的 是的 那就是政改後 政黨的政治生態會有甚麼轉變呢 是的 如果是政治生態的轉變 當然是關於623 623的影響香港人是非常之大 是嗎 沒錯 其實就是政改方案 在曾蔭權他的努力推動八甲黨 他通過了政改方案 投下了他關鍵一票之後 其實就有好幾個民調調查了結果 有些所謂的溫和民主派其實他支持到上升 那補合你怎樣看這個民調結果呢 其實在我看法就是 未必說那個民調所指的是溫和民主派 我懷疑有些其實就是 本身是建制派裏面的溫和建制派 而是轉投了少少給他們 所以建制派 正式的建制派 好像民建聯那些比較有些憂心怕他們搶票 所以我們就覺得所謂的民調有上升 就未必一定是溫和的民主派是轉到他們那裏的 那你的意見同盟呢 其實我和你的意見都當然差不多 因為我們都是新民主同盟的成員 我們都是認為政改方案 在這個推動香港民主發展上 其實是不盡反退的 反而合理化了這個功能組別 當然我們就不認同 為了單單一個民調統計了我們支持度上升 就應該要支持政改方案 但剛剛相反我們應該堅守我們的政治原則 完全是 如果一個憎民主人不能夠堅守原則 他已經不屬於一個憎民主的人 雖然他說自己是 但是他所做出來的事 在客觀上 起碼在客觀上 都令到民主倒退了 令到他的功能組別可能有機會千秋萬世的話 就覺得這個做法是很不適合的 對嗎 沒錯 是的 其實看回政改後擁政黨的生態 我想我們就要提到一件事 就是經常都會提到的就是政治光譜這件事 在香港來說其實就有一個很強力的分野 一個就是一邊就是建制派 另一邊就是泛民主派 這個就是香港一直以來的政治光譜 但是其實如果在政改方案通過之後 會不會真的出現一些所謂向建制派方向移的 一些較為溫和的泛民主派出現呢 我覺得沒有什麼所謂向建制派去那邊移動 其實我不怕說我年紀大過你少許 你是80後 我們可能是50後 我們一直從88直選的時候走過來的時候 看到好像一些小說 開頭說這個世界合九必分分九必合 初初有民主運動的時候 亦都是很多團體很多政黨的 例如以前的民權黨前線 很多一站會點 後來就合併了兩個大陣營 到現在經過623之後 他又開始慢慢分開 將那個陣營慢慢打散 其實那個光譜 一向都是在100在那裡 都是在伸縮在這個範圍 不會走去的 當然 但是其實我們香港的政黨 在這個政治議題上 可能香港的情況比較特別 因為阿爺始終都不肯讓我們普選 所以就分了建制派和泛民主派 但是其實一般來說 政治的光譜分野 其實都有在經濟上面 有一個分野 例如有自由主義 或者一些較為左派社會主義 這樣的分野 其實如果你看法 在香港有沒有一些很明確鮮明的 一些自由主義的政黨 或者其實我們香港所有的政黨 都在經濟政策上都很面目模糊 多數都是 甚至可以說民粹呢 其實我在我的角度看了這麼多年 基本上所有政黨的問題 都不是自由主義那裡 你說自由主義勉強算 我個人覺得 社民應該很自由 你喜歡什麼時候 自己一組人組出去抗議 喜歡什麼時候一組人組出去做你的活動 這可能是個人的自由主義 但是說回經濟上 如果我們一直說的自由主義 可能是強調小政府低稅率的一些經濟方法 但是如果社會主義的話 可能我們說的就是 希望透過政府的干預 去達到社會財富重新分配 這種的 我也同意你的說法 如果你是希望社會裡面的財富重新分配 多數都是在泛民這邊的議員會提出 在建制派議員 例如自由黨之旅 他們希望維護他們商界的利益 他們不會放任何自由主義 他們是想自由 就不讓你們基本基層群眾 如果你們基層群眾有自由 他們很可能賺的錢 或者他們沒有掌權的情況 他們現在是掌了經濟權的明白在手 一般工人基層很難跟他們爭拗 尤其是九七之前曾經通過集體談判權之類 但是在九七之後被他們的臨時立法會推翻之後 工人能夠去跟他們說自由的情況 就是降低了減弱了 所以正如剛才所說 其實好像照我所的理解 可能比較多些月曆 其實我見到好像香港沒有特別 有哪個政黨真的提倡 比較左派的社會主義經濟理念 反而好像你剛才所提到的 集體談判權 甚至是現在剛剛才能立法的 最低公司方面 其實都是比較少政黨去提倡這件事 反而是工會的組織才會說這件事 其實我覺得在香港來說 政黨在經濟方面 他們的政治光譜反而分別不大 所以他們只不過是集中在政治方面的分野 所以在政改方案通過之後 因為通過之後 其實第一就是我們一直評及它 就是合理化了工人組別 其實還有另外就是通過之後 其實也都會增加了五席的直選議席 可能在比例代表制之下 可能政黨的競爭就會激烈了 其實我認為會不會在這個情況之下 政黨要突出他們自己 其實應該要強調多一點點 他們在經濟上的立場是怎樣的呢 而不是只是強調到政治上的立場 因為其實始終政治當然跟我們每個人 息息相關 但經濟的生活也是我們每一天 每一生人都會遇到的事情 我完全同意 所謂現在所謂提出的和諧社會 完全因為經濟的問題 令到民生不能夠 可以向好的方面發展 尤其是我自己從六十年代走過來香港 一路看的經濟 以前的人就算很窮也好 他們可以有機會有希望去爬向上爬 即是你就算早上五點鐘起床一份工 下午又中間又上班 晚上又又多一份 可以一天做三份工 你可以有機會儲到一個基本的第一桶金 他們獲的第一桶金 然後去向上爬 爬得來努力得來可以做到中產人士 現在甚至是立法會議員 甚至是一些富戶 以前他們都是窮人 但他們為什麼 因為以前是有機會給他們 但現在反觀現在的社會 每一個行頭都已經有人在這裏霸佔了 其實叫霸佔了 因為他們不想你進來 好像快餐 只剩下兩大地競爭 或者銀行 只剩下幾大銀行競爭 超級兩大地競爭 超級市場之類 一般小市民都沒有 我記得小學 我以前讀書上學 在街邊的小販賣鬆餅也有 賣雞蛋仔也有 賣啫喱也有 大菜糕也有 人人都可以有機會自己出來搵食 去到搵食之餘 就可以去想想一些地道的 就像以前的財政師說 本土經濟的情況 令到人的生活可以在安穩之餘 還有機會向上望 但現在你想去找一份工作都很難 他還用最低工資 你爭取多久都不給你 你剛才說集體談判權 其實這件事是工人很有力的 和僱主討價還價的權力 但他也是要拖著你 甚至臨立會 你也知道廢除了這件事 但其實你剛才說的 其實我也有體會到 因為香港好像缺乏了一個向上流動的機會 我們說M型社會或者下流社會 其實都是一般年輕人 可能你就算大學畢業的話 其實你向上流動的機會都不大 甚至可能你大學畢業之後 其實在做的事都可能是 等於二三十年前 你是一些中學畢業的人所做的事 很難累積到財富 尤其是現在 香港有一種新的黨 叫做地產黨 是的 地產黨壟斷了整個土地的價格 你要去找一個倭居 其實都是要耗盡你畢生的接觸 不過這個就可能扯遠了 我們其實就 可能我們都可以談回 關於香港政改後的政治生態 剛剛好像也有一個前公務員 就順利轉型成為直選的葉劉 他組成了新民黨 你怎麼看呢 我覺得這個人都很聰明很厲害 我們記得當年 七一的時候 他當保安局長的時候 他要捍衛他的髮型 捍衛他的裝扮 但他現在都是因為要順應民情 改了他的髮型 改了他很親和的樣子 令到人覺得他有些知識 做了高官 知道內部、知道外部 而且他亦聯繫到一班 以前的官 好像今天我看到的新聞 以前的官是不應該走出來 做政治人 即是所謂政治人 但現在反而為所有的官 回歸之後 很多都走出來做政治人 也都參選過 好像南紅鎮 那些也都參選過 那時民政事務那些 他出來參選的時候 雖然未必贏或未必輸 但他起碼 他夠膽拋身出來 送他的力量出來 甚至現在是黃永平 時事都越旦政府 我覺得他們有些 如果是他真心出來 想為民做事 做一個政黨出來 我覺得是很應該的 好像黃永平那些 真是越旦政府 如果你說 我覺得有些 例如葉劉 我未看得清楚是否 起碼他舊的印象 給人看 就是堅決捍衛政府的立場 所以我覺得 如果他那個政黨組成了 如果他裡面加了一些 退休高官的人士 或退休公務員 他是真心為民的 我覺得 多過競爭 是多過給人民的選擇 因為自由競爭 給人民選擇 就是民主的真題 好像我們自己獨立出來 我們新民主同盟 我們都希望因為 在我們泛民裏面 最大的民主黨裏面 他已經是 有人覺得他是背叛了 起碼 但我亦都覺得 他是他所做的實事 令到我們的民主倒退 所以我就支持了 我們一班 就是前民主黨的 改革派人來稱 其實我們從來沒有說 自己是改革派的 只不然我們是 有意見遞出來 他們覺得你年輕一輩 在挑戰他的權力的時候 他就說你是改革派 我們記得當初改革派的時候 不是一定是我們 說我們年輕一輩 我們這麼老 他都說我們是改革派 其實一件事就是 我想應該這些 是無分年齡的 是政治理念上的東西 是 我想正如你剛才所說 其實在香港來說 現在高官可能轉型去參與直選 可能將來會越來越普遍 其實在外國來說 這件事其實都很普遍 就是一直說 一個旋轉門的制度 但是很可惜香港 建立不了 但是我想 就算他們出來參政 也都好過真是 之前有和某些人有利益輸送 然後退休出來 去大集團任高職會比較好 但是我個人對新民黨的看法 其實新民黨現在主要有三個領導層 其實可以看到 是和以前的會言致富 其實再加一個田義少 這樣的組合 政治組合 可能他們可以逐些說句 可能是拍散拖 的機會居多 未必真是一個長期的政治聯盟 因為你剛才也說到 新民黨其實有很多高官 甚至有前的報政司 鍾日傑 都是他們顧問團 但是田義少 他就商家出身 大家可能都記憶猶新 他之前任九鐵做主席的時候 有個九鐵的兵變出現了 可能不知道他們雙方之間 和田義少和公務員之間 前公務員之間的磨合會怎樣 會不會有些激烈的衝突 又會出現 好像他之前在他哥哥的黨裏面 我覺得新民黨其實他們的目標 現在成立很明顯 他們打算積極參與 即未來的區選和立法會選舉 但是他們是有這樣的希望 但是會不會真的可以拿到票 這件事就真的要拭目以待 不過我覺得他們主要 其實針對的選民對象 可能是會和自由黨有少少重疊 因為都是一些可能較為專業 和中產少少的 但反而是一些可能是政治態度 比較保守的選民 這件事也可能有機會威脅到自由黨 自由黨可能真的要非常之小心 因為自由黨現在應該沒有直選議席 基本上我也同意你說 好像以前的 我還說合狗必分 曾經有個建制派的廣進聯 亦都因為民建聯收編而消失 如果這個新民黨能夠打響頭炮 在下一次的區選甚至其他時候 可以獲得好的成績 他的裝腳多於自由黨 他的立法會議席多於自由黨 自由黨自然會泡沛化 可能又反過來收編 這是很現實的 但你說到政黨 我們亦都要看一看 最新的消息是 我們謝民連的陳偉業先生 擺明態度要追擊 我們民主黨主席 即是前民主黨 我們前民主黨主席 即是我們已經退了黨 我們不能夠再稱為我們的黨主席 他兩個交鋒是怎樣看法呢 我想這件事其實都是跟我們題目有關 都是政改的一些後衛 因為政改方案通過了 有一群人士打正旗號 要追擊民主黨 其實你說追擊他 追不追擊他 這件事就很難說 但我覺得你身為一個民選議員 你一定要面對直選的洗禮 即使有人追擊你也好 你一定要面對這件事 無可避免的 即使未來有機會 有其他人追擊我的話 即是假如有人追擊我的話 我都要面對這件事 我都要面對 所以我想 如果真的要面對直選的洗禮 就沒有追不追擊 其實有件事還不應該發負氣 說別人民主霸道 民主就是大家一齊出來選 你一個人追擊我 或者十個人追擊我 都是一個公平的選擇 對 正如你所說 就是一個選民 如果你真的有信心 你自己地區工作做得好 或者對選民有交代 其實你根本就不需要追擊 因為選民眼睛是雪亮 我們都一直在說這件事 沒有理由我們說的話不相信 完全是同意你所說的一齊 一齊你現在所說的一齊 你如果民主 你沒有信心交代給選民選擇 你就不算是一個民主的人 因為任何一件事 好像以前我記得有些人說過 如果一些選民選 喜歡選豬肉腦出來做議員 就做豬肉做議員 因為他喜歡豬肉腦 他懂得民生 我要吃豬肉 以前的人沒有肉吃 你也不可以說選民選擇是錯誤的 當然 正如好像英國的前首相邱吉義 他也帶領英國打贏了第二次世界大戰 但是他爭取第二次連任的時候 其實選民都沒有選擇到他 但是他也要面對這件事實 因為選舉制度 其實可能是對英雄 或者是對個人未必真是很照顧得到 一些曾經說可能有很大貢獻的人 但是始終這件選舉制度 就是有給市民的一個選擇 其實是反而照顧到港大的市民 所以如果你說現在民主黨 是分裂出來的情況是 為什麼呢 因為他做了6.23 就要承擔後果 6.23的後果就是被人看到 有些人覺得他是偽君子 有些人心裡說 我寧願信真小人 都不寧願信偽君子 如果你真的不是偽君子 又不是偽君子 又不是偽君子 你自己便看看選民如何看你 沒所謂的 其實選民說你是偽君子 看多還是少 事實你對自己有信心 自己做事是對的 你就繼續做 只不過一件事就是 你做完的事 一定要自己負責 沒錯 所以沒有問題 我覺得 如果有一朝一日 我們新民主同盟 被人說我們 說我們所行的理念 不是真民主 那些選民 或者覺得我們不夠 我們要做到足 是否說選民不對 要我們做不對的事 因為民調的事 我覺得都不可以盡信 你看現在新亞的民調 差開來說 親他那邊政府 當然說他責任多 正如你所說的民調 其實有一個可操作性 如果你不是真的一個 學術機構 保持中立去做的話 就算你公佈結果 其實你也可以有一個 很技巧的公佈結果方式 例如你是支持那件事 但那件事可能是四成人支持 你可以說四成人支持 但你可以忽略說六成人反對 民調有一個可操作性 我覺得如果是這樣的情況 之後我們現在的民調說 誰會贏誰會輸誰會輸誰是真小人 誰是偽君子 其實這些都是大家互相操作 你的意思就是 所以我們根本要做好自己的事 所有政黨都應該做好自己的事 應該做好自己的事 靠自己的信念 如果一個政黨沒有信念 而那個信念有時 說因時制宜去改變的 就不是信念 我覺得 因為信念根本是 所有的核心價值都存在 你追求的核心價值才會去做 你說因時制宜 因為現在有打壓 我就要轉轉方法 我猜不是轉轉方法 是直接轉態 他向人公開是轉方法 他不承認他轉態 正如你所說 真的要做好自己的工作 第一你真的要面對選民 你要兌現自己的政治承諾 第二就是你一定要做好你參選時 答應選民做的事 還有我們雖然是 說政黨政治理念很重要 同時也在地區上的服務 我想也是同樣重要 說到政黨的理念 我凡之一切所有政黨 以前發展這麼多年來 我們發覺很多時候 那些第二梯隊第三梯隊的上位 即他們所謂的上位 俗提稱 就不見他有真正的年輕人可以上去 始終每一個政黨的現代 還是那些老一輩的人在把持 其實我覺得如果一個政黨 如果沒有年輕人上位 沒有更替 世代交替 就覺得那個政黨的前度 是比較暗淡些 希望我們能夠做到一件事 就是鼓勵到更多新人 新的力量出來做一件事 例如我們新民主同盟 我們很幸運 新民主同盟有很多年輕人 我們年紀稍大都不是很多 希望我們現在新的組織能夠 可以發揮到一件年輕人的幹勁去做 給其他政黨一些壓力 希望其他政黨都有新人背出的話 就可以令到香港的政黨生態 向好的方面發展 你看現在他們很多政黨都說 自己口稱 會培育新人 但是現在現實 在看到下一屆的選舉 就會知道是否真的有很多接班人走出來 如果有接班人走出來 我們香港的前途應該有機會 向好的方面發展 是的 補合你所說 我們新民主同盟其實 都是希望有多些輪替 所以我們領導層的方法都很特別 我們不只是選一位主席出來 我們是一個委員會制集體領導 我們有四位的主席團成員 我們的主席團成員 會輪任作為我們的主席 另外我們在決策方面 會繼續由主席團共同決定 其實都是希望在這個 用委員會制度的方法 給多些人去參加我們一個組織的領導 多些歷練 以及真的可以幫到他們能夠推陳出身 希望亦正如你所說 看看會否給到一些壓力 給其他政黨 亦都幫到我們有一個政黨的輪替 是的 所以我們說了這麼久 基本上我們始終很難觸及到 所有政黨的每一個發展 還有我們先多些介紹 我們自己政黨的現在新的任命和使命 希望多謝大家給我們的意見 如果再有更好的意見給我們 我們願意很虛心去接受 多謝大家 多謝大家 各位朋友 我們休息完回來又開始過了 第二節的問題 我們就希望說一些我們在地區發生的問題 因為我們現在我和梁李先生 都住在將軍澳 所以我們一說地區問題 必然會說到現在最熱的 將軍澳地區 沒錯 我小時候入了將軍澳住 我想補合你住了將軍澳也有一段時間 我也住了十幾年 是的 我最記得堆田區在我生活上 或童年上都造成一個童年陰影 堆田區有一次污英的問題 可能處理垃圾不當 應該是差不多90年時候的事 當時我們一天睡醒 就發覺整個天都黑了 差不多黑了 原來全部都是污英 所以當時那幾個月裏 好像都差不多接近半年 我們每一家住在將軍澳的人必備 就是污英拍了 一定要拍污英 這些污英全部都是來自我們將軍澳堆田區 這件事其實對我童年的時候 都造成一個幾大心靈的創傷 你說開這件事我就想起 以前我上班的時候 我是到處去做替嫁組的 我曾經有一段時間 就是剛剛你說的那段時間 我就在將軍澳上班 是 坐在我上班 我就有一個驚奇 很驚奇的經驗 我想現在的人不會相信 就是我做完工 上午做完 下午去逼去吃飯 我後來才知道原來是 貴住所的樓下 那間店 就去吃晚飯 即是你的住所 明白 就去樓下吃 我現在才知道 因為我以前未認識你 就看到餐廳裏面 我一走進去 看到一張桌子是黑色的 我想沒有所謂 一鋪黑桌子 一走一坐下 一堆東西都飛起 那裏原來有千百隻烏鷹 飛起一張桌子 原來是白桌子 整張桌子是黑色的 我想奇怪 為何要這樣 老闆跟我說 我們旁邊就是堆田區 所以沒有辦法避免這些事情 那些烏鷹只塞滿了烏鷹 我覺得這麼厲害 真的要處理一下 但希望當時的政府 能夠改善 那些人都已經 但後來 原來他說 不要緊 他都是一段時期 做到十年八左右 這裏就會不再繼續做堆田區 那些人都說 隨便 始終有捱 而且是新搬入去 十年八年後 你說不做 起碼有遠景去看 不用做 那時候 既然是這樣 我亦都申請了 和家人申請了 入來張溫澳住 入來張溫澳住 因為那時實際 張溫澳很癖 只有巴士出去 很辛苦 上班要轉幾歲 我早上起床 五時起床 乘搭一頭班車上班 但忽然間 住了十多年後 堆田區說要擴建 擴建不止 還要借用 交野公園的土地 我覺得這件事才是很離譜 我覺得 其實我們講這些歷史 其實就是想告訴大家 其實張溫澳堆田區 一直以來 對張溫澳居民的生活 造成很大的影響 其實之前補合你說過 政府方面回答說 可能堆田區都運了一段時間 運作完之後又會停 但其實真的運作了一段時間 但是有分了很多期的堆田區 在張溫澳 第一期完結之後又有第二期 第二期完結之後又有第三期 所以令到堆田區的問題 一直困擾著張溫澳居民 你剛才說過 有擴建堆田區這件事 為何張溫澳居民對擴建堆田區 這麼反感 政府又說 垃圾一直要處理 其實因為是另一件新的事 困擾張溫澳居民 就是關於臭味的問題 每一次你住在張溫澳 尤其是南區 近堆田區一帶 你一打開窗 就一定會聞到一些東西 是甚麼味道 以前堆田區 還未堆到這麼出的時候 我們那裡住的都會聞到 現在堆出了 變成外面聞得更厲害 其實政府做堆田區 經常說不夠地方堆田 其實它可以有很多方法去做 就像綠色組織所說 你可以減費 你從源頭減費開始 你推行這些政策 就可以將廢物減少 就不需要 每次都要把所有東西 推到堆田區 令到堆田區的居民受苦 即是住在堆田區受苦 即是住在堆田區受苦 這是很不公道的事 因為堆田區當然不會像首富所說 即是住在旁邊心抗神移 反而有很大影響 其實剛才補合你提到 關於廢物源頭上減費 政府曾經你住在公屋 我是公屋區 都說在公共屋邨推行回收 但原來屋邨推行回收的數字 是現在不升反抗的 反而可能之前 有幾十條公共屋邨 有環保的三色桶 放在每一座樓的樓層 方便街坊回收 但現在這個放在三色桶的屋邨數字 反而一直下降 只懂得把垃圾運到堆田區 堆田區其實 除了臭味對居民有影響之外 我們除了搭港鐵之外 另外一件事 就搭公共交通工具 或者自己開車 一定要經過張關浩隧道 其實張關浩隧道 亦都會經常看到 有很多混垃圾的車輛進出 都對我們有很大影響 他們混垃圾出 除了污染的道路 很多時候 我以前踩單車 在區內上班 我到處踩單車 走遍所有垃圾經過的道路 地上一定很骯髒 很多塵土很多垃圾 踩完單車回到家 臉上是黑色的 證明現在堆田區 除了垃圾污染之外 還有空氣污染 道路污染 全部發生在那裡 而且還有噪陰污染 全部都是重型車 所以晚上很難睡覺 住在重型車路線經過的 居民很慘 我覺得 議席亦有相當一部分 會投訴了很多年 他仍然做不到 是的 還有 除了重型車 混垃圾車 根據政府所提供的數字 其實每天都差不多有 九千至一萬架 我真是不知道 一般市民正說 很多車 送出將軍路 其實都影響到我們 將軍路道路的使用 因為其實如果大家走開 將軍路隧道 見到早上實施得很厲害 由將軍路隧道 在將軍路方向的入口 一直施到我們寶林圖書館附近 其實都對我們將軍路 居民的交通影響很大 其實剛才我們就說過 堆填區的影響 其實政府在這方面 其實都有很多事情可以做到 減少用堆填 但他們又沒有做到 政府其實之前都提出過 一個叫都市固體廢物處理大綱 都有提出過幾樣東西 例如垃圾徵費 生產者責任制 還有開徵交代稅 現在就只做了開徵交代稅 但反而其他兩樣東西 還有回收這個行業 其實政府都好像沒有怎樣做事 是的 尤其是回收學業 很多人都投訴 就不能夠政府撥到 一些有用的地方 給他們用 譬如方便的地方 早前有些回收廢物 就說他將九龍灣的碼頭 收回來叫他去柴灣 如果你真的回收業 這樣的運作便很慘 由柴灣一般來說 回收業都運回到我們 早過大陸北上 那些回收船或車 路程又長了 污染的機會又大了 過去的隧道又多了 成本又重了 但回收業來說 根本就是 微利之中的眾家 即是微利 運作方面更加難 怎樣有人有意願去開一間回收場 去做這些事呢 是嗎 如果你幫助的話 你看外國人免費撥地 總之你是搞定回收業的話 我們就可以有很多資助 甚至稅收寬免之類 但為何香港做不到呢 我就不太明白 其實香港還有很多空地 其實沒有用 真的好用 很多空地沒有用 你不是發展 可能那些空地 就是被人用來傾倒泥頭 因為我們都見到有新界 有很多農地都被人傾倒泥頭 這個其實都是堆田區 為何這麼快霸滿原因呢 就因為其實香港地產主導 我們每天都有很多建築的廢料 但是政府為何不可以 剛才提過生產者暗濟鄉 生產這些廢物的人去徵費呢 讓他們在源頭上減少棄置廢物呢 還有剛才說到回收業 其實回收業都可能如果發展得好 可以幫到很多低收益人士 因為我們現在看到有很多低收益的人士 其實都會去撿紙皮 或者是回收一些膠瓶 或者衣物 賣給一些回收箱去賺錢 幫助加計 但是政府在這方面 其實完全沒有任何資助回收箱 亦都沒有統一去監管回收箱的行為 還有我想還有一件事就是 其實在內地其實都有一些相關的 條例是說是回收一些電子的廢物 我們現在有很多人可能現在 複袋都一定有一部高科技的手提電話 手提電話經常都轉新款 亦都會產生了很多廢物出來 但是這些高科技產品 你用的時候 當然應該就不用擔心它的安全 除非你用生寨貨 但是反而處理它的時候 可能會產生很多工業廢料 或者污染物出來 但是它在回收的過程中 如果處理得好的話 可以回收去做一些建築的材料 做磚或者做玻璃 但是這方面其實政府也都沒有做過任何的鼓勵 或者也都在宣傳方面 也都沒有跟一般的市民說我們可以怎樣做 只不過是純粹擺了三個交桶在那裡 那三個交桶 我剛剛昨天走開九龍灣港鐵站附近 見到那三個交桶就爆滿了 但爆滿了全都是垃圾來的 從來都沒有經過分類 我想這件事我都不明白 擺了這三個交箱在那裡 它主要的作用在哪裏 有兩件事我可以回應到你 剛才提到電子廢物分類的處理 其實現在中國政府不讓香港人運回去 今年1月1日開始已經不讓 我想香港政府應該早就知道這件事 它有沒有完善計劃出來 好像也沒有說過 所以有些回收商就把廢物暫時全存在香港 留在香港 儲存那裏可能有些回收廢物 電子廢物會滲入我們的泥土 可能有一段時間都會解決 至於你說回收商 我們還好笑 分類回收商 看了電視節目 最近適合又重看一個電視節目 香港電台自己拍的 竟然說我分類了分類給你 倒垃圾就全部倒在一起 分類回收的作用完全沒有 這些就是一般人看不到的 只不過你好心和你分長到頭 原來倒在一起 又是回到堆田區 這樣就是沒有用的 其實你應該說了要分類回收商 政府要安排分類 真的分類拿回所有分類 膠瓶、玻璃瓶、紙 你一定要分開可以拿 你又不是到頭來倒在一起 我知道了之後 我都沒有心機和你分 那你何況現在那些 賣那些回收的人 就全部覺得 你不和我分 我又賣不到 不如我就當垃圾就倒下去 意思是整個政策 沒有一個主要的部門去統籌 我覺得很失敗 對 我想有一句說話 無利不早起 其實我想回收商在回收這方面 他們賺取不到一個利潤 其實都不會去做這件事 還有剛才也說到 其實有很多低失為人士 其實他們都可能會靠回收這些廢紙 或者衣物去賺取錢來幫助加計 其實政府在這方面 我想可以做多些事 如果他們是一個統一的地方 去給一些回收商去做回收 其實也可以幫到街坊 因為我個人在地區的經驗 其實房署他們在較早前的幾年 都在我們這條村裡 都試過由一些回收商直接駐村 回收市民的家居費物 亦都是有些金錢回來給市民 我見到當時的反應很大 我住在公共屋村 曾經在早前有些時代 他們暫時是加一段期 即是他們未必會是付錢的 他們可能正是付一句 大家如果是日常用品 即是死千裏 或者是公仔麵 那些主婦和夫妻 很願意我和你分開所有樽樓的交易內換 這疫情當年為何他做一做一做 後來又停了我又不明白 這件事其實政府是可以做 但亦都不去做 我想還有另外一件事就是 剛才說過關於生產者責任制 其實我們在香港有很多建築費物 其實現在大部分在地盤完結後 如果談到建築費物去堆填區是要收費的 但政府不知如何監管他們 或者是否監管 因為他們如果要收費的話 寧願分開一個俗稱派賣的方式 即是一代代的泥頭 在街邊可能有一個花圃就扔兩袋 看到這裏有個農地的油膽兩袋 反而製造了更多的廢物出來 尤其是在鄉郊偏僻的地方更加多這些發生 早年亦都有人在乘車倒下去 即是變了他們自己私家的堆填區 多不應該 香港政府既然現在有個環境局 是否邱騰 是的 環境局 既然你有個局長在這裏 那你的局長究竟是甚麼呢 應該是文責官員來的 你應該不只是說說說 應該是實行去做的 你說很多說來說去說去說 但又不去實行的話 變成沒有一個可以阻嚇到的作用 不過這個可能題外話 其實之前都有調查 都見到其實港府政府 在有很多議題上 都是用一個字 就是拖字 一直都拖就不去做 剛才說過的那個 都市固體廢物處理大綱 其實都是零年時候已經提出了 是的 我也記得是 到現在已經是五年六年的時間 但是所做到的事情 只是一樣 就是開蒸膠袋稅 但是開蒸膠袋稅 其實會少了膠袋 但是我們又多了另外一樣東西 就是多了那些所謂的環保袋 其實是不織布袋 不織布袋 可能現在我們之前用膠袋的話 可能都有機會我們會循環再用 但是不織布袋也會循環再用 但是不織布袋其實也是難以分解 同時也是多了一些在超級市場 不知道你有沒有見過 就是在一些長方形的透明膠袋 就沒有手抽的 是的 它一卷卷在那裡 有人拔的那些 是的 那些其實政府有沒有想到 會有一些其他不同的影響出現了呢 就是開蒸膠袋稅 他們在減費方面 其實是否可以再進行 做多一步去減費呢 我應該可以的 不過有一件事就說 我覺得最大的改變可以做得到的 因為他說 做那個回收那個業 它是沒有地撥出來的 其實我想說有其上 既然你垃圾堆田區 填到的地這麼大幅出來 因你成滅就在垃圾堆田區旁邊 就做個回收場 那些垃圾車還要去那裡 回收車去那裡 完全可以是一個順利的運作 其實在堆田區旁邊 有我們將軍澳工業村 將軍澳工業村其實叫做將軍澳工業村 有很多工業的用地 其實現在也是有另一個用途 有什麼用途 就是被人放模型飛機 是呀 我也去看人放那次 其實這些地方 可能正如你所說 其實都可以推動回收業 是呀 完全可以 所以我覺得沒有地是一個藉口 所以到現在我都覺得是一個藉口 其實政府又處理一些 空置的政府官地 有很多特殊的方法 叫做短期租約 短期租約現在 通常用來做露天停車場 其實都可以考慮回收商做 但可能政府同時也 將短期租約 現在有一個新的用途 那你知不知是什麼用途 我都真的未知 是呀 可能你如果有看這幾個報紙 應該知道的 就是批給首富做擴建 他自己的豪宅 那就是這件事嗎 是呀 短期租約的用途 政府的創出新游 那真是很離譜 我覺得要這樣做 不過有一件事我想說 轉轉的話題就是 因為我們能夠爭取到他不用 立法會所有團結一折 所有政黨 否決了他 就不借得堆田區來用 家屋公園 但他仍然說要抗建堆田區 我們是否還要繼續監察堆田區 怎樣抗建呢 因為他就算不用家屋公園 他仍然是堆田 也是抗建的話 他可能會填在海裡 我擔心到海港污染更加厲害 我們身為住在將軍路裡面的人 而且你是議員來的 好像你也住在那裡 是 那是否要多些監察 當然 不過也要多謝你提醒我 是的 我忽然間想你 所以我們之前 其實一直都有在議會上 和在地區上 都組織居民 你都有參加過 我們當日在立法會外面 一起看著直播 討論堆田區抗建廢令 接下來我們都會巡主這方面去做 還有我們新聞主和民旗 其中一個很重要的理念 其實都是推動環保的 是的 我亦都很喜歡 是的 所以我們其實在環保政策方面 都會做多些事情 第一就是在政策層面的論述 這件事就是說 我們在推動環保政策方面 具體上是怎樣去做呢 剛才提到的生產者暫制 或者是我們其實較早前 我們都有去過政府總部 請願希望開晶這個垃圾收費 同時 負面猜響提供誘因 給居民去減少製造廢物 這件事其實是第一件事 同時亦都是我們會組織群眾 正如你剛才所說 你又是住在將軍澳 我又是住在將軍澳 其實我們都是同一個社區 亦都是社區的一份子 我們希望帶動多些社區的一份子 一起去參與討論環保政策 以及繼續監察堆田區對我們的影響 因為其實將軍澳堆田區 我們剛才說了這麼多歷史 都知道我可以說 從小到大都被他們影響的生活 我們怎樣去監察環保署的運作 第一一定要解決臭味問題 第二就是他們要再擴建堆田區 我們應該怎樣做 我們應該提出多些可行的政策 要求環保署去實施 如果環保署實施不到 他也有其他可能政策做不到 他有甚麼理由去犧牲居民的利益 去擴建堆田區 以及就算他現在在將軍澳區 不擴建堆田區 假如他去另一個區擴建堆田區 其實一樣都會遇到這樣的情況 如果他不在源頭上去減費 去做一些真的推動環保的工作 我們剛才說了很久去支持環保業 回收業、回收的工業 這件事其實我覺得很難說服市民 甚至是議員去支持他們擴建的工作 所以我可以令堆田區 不用這麼快爆滿的政策 就是好政策 其中的政策應該是從環保回收 開始執行 所以我們覺得如果我們新民主同盟 曾經向他們建議這麼多政策 如果他們覺得可以用得到 而且可以實行出來 我覺得也會對堆田區有幫助 但我為何剛才提醒我擴建堆田區 因為以前維多利亞港 除非有凌駕性的利益 人民的利益 他才可以去填海 但因為我們將軍澳對出的海 就不是維多利亞海港範圍 不過補合你放心 我們新民主同盟 除了有我們一般的成員 我們還有議員 我們除了在街頭上會組織群眾 我們當然在議會一定會堅守 我們對居民的政治承諾 一定會堅守不讓他們亂來 不讓他們擴建堆田區去填海 其實堅田區到將來不填的時候 希望他的地也有一個好的規劃 即是對居民有利 甚至規劃做公園休憩地之類 我們都覺得他很歡迎 這個當然 因為其實堅田區對社區很大影響 如果他真的修復了之後 他變了一大普通的吉的空地 其實與其養草 不如真的在可行和安全的情況之下 開放給居民做休憩用地 因為我們將軍澳除了堅田區的苦放之外 其實也有另一個苦放 就是沒有休憩的地方 我們希望政府能夠接納到我們的意見 希望將來真的有好的休憩地 當然因為我們正如節目名 有理同行 就一定堅持我們的道理 堅守我們的原則 多謝大家 多謝大家